大家好,我又把小美女请出来了 来给大家回答一下 上次就是那期播出以后 有很多朋友留言问了一些问题 你来给回答一下 上次有好多问雅思的嘛 其实他们就是你们在问雅思 什么学校就要求几分 各个学校的要求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考的大学 你可以去官网上查 就是他们都有写雅思要求几分 包括小分要求几分 基本上都在6.5分左右 然后你要是觉得雅思难的话 你可以去考语言班 语言班就相当于 就比如说雅思没有过 或者是托福没有过 然后就会给你一段时间 先让你去适应 就过了这个语言班 才有资格拿到offer 像这次疫情 我其实也是在上语言班的 因为这次疫情后来雅思都停了 停到现在也没开呢 所以我也是报了语言班才被录取的 不然其实如果考过雅思是不能被录取的 语言班 不同学校也不一样 像盈盈是现在就已经在上了 上到9月份 就是上两个月嘛 熟期语言班 我的语言班 是9月份跟着课程开始 所以我也蛮那个的 因为我觉得压力蛮大的 9月份又要上课 又要上语言班 还有问学费和生活费 学费 我现在的学费 像多大的话是5万块钱左右 其他学校可能会比多大稍微便宜一点 比如说三四万左右 但其实都差不多 都要蛮贵的 对 就是说的都是家园 在兑换人民币合成多少 大家就自己换算一下 看汇率算就行 这差的蛮多的 国际留学生都要5万4万了 我身边这边移民过来的朋友 待了几年以上的 其实可能几千就1万左右 对 是三分之一吧 稳定学生是国际留学生 学费的三分之一 假如三万块钱 他就只花一万了 还有一些 您学生还是有优势的 还有一些什么各种 明目的学生贷款 学生补助 学校里特别多 有的小孩可能是读了几年大学 家里值提供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钱 有的甚至不提供 孩子自己一边上学 一边申请学校的各种贷款 学费什么的 然后在轻工俭学 好多一边打工一边上学的 对 都是这样子 那年就是你哥哥上大学的第一年 高中考完试以后 他在大学读了一段时间 我有一次上尼亚加拉那儿 一个超市 在乌尔玛超市里 你哥哥那时候在尼亚加拉读的高中啊 我就碰到他一个高中同学在那打工呢 后来哥哥一聊天他说他说因为家里没有钱 工他拿学费 他只有出来打工工作一年以后斩够学费 然后第二年再上学 对 好像对这边来说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对 就大家可能休学一年 然后再上都有的 对 这个大学里各年龄段也都有 嗯 什么年龄上大学就都有 对 我们这边年龄段都很那个的 就是可能二十多岁什么都有 对 要不说中国小孩都幸福哈 去学费什么都家长给出了 对 中国孩子可能就是就是家长包全了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也是很独立了 就是可能在国内的时候我可能就只学习 像爸妈也可能这样 哎呀我们赚钱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然后我可能就不那么独立之类的 然后到这边我发现嗯 离开了爸妈啊之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 嗯什么银行啊比如我现在租房啊之类的都是自己在弄了 这其实我还是很高兴的 是吗 我之前租房的时候还在跟阿姨讲就特别高兴觉得学到了好多东西啊 嗯什么银行啊支票啊 那样以前国内从来没接触过出来之后 觉得又新鲜又觉得自己长大了 就是真的觉得自己长大了 跟考上大学不一样的感觉 是不是 对 有一种 一种就自己体会这个过程了哈 自己体会这个过程 特别高兴 这是真的很高兴 阿姨说鼓励你出来做这个视频来给大家解答问题也是一方面 就想 中国孩子呢 咱们中国人的意识里边好像平时都比较含蓄似的 文化里头可能原来就有这些东西但是西方人不是 我也是根据就是之前我有朋友 有老乡朋友他们在西人公司里做事情 本来都中国人做的很多很多 但是不善于言辞不善于表达 就被上司领导认为好像没做什么功夫 有一些西人呢或者那些印度人他们做一点点事情就表达出来了 蛮夸张的说自己做这个了做那个的 所以就从这一点考虑我就想 我说咱们这个孩子小时候也就是锻炼 培养自己这个勇于表达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建议你出来讲一讲 真的我们学校也很讲究这个的 就是我们这边presentation就是你PPT演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方面 就是每个学校都会弄的 就是鼓励你上台演讲自行演讲 其实我在这边很羡慕那些 就是在这边待了很多年的 有些cbc就觉得他们那些孩子很自信的 比如说 就是竞选学生会的时候啊之类的他们就是 特别自信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觉得cbc和出来留学的留学生一眼能看出来 就是他们身上那种很自信就是什么都敢 但是 中国的留学生就是有一点 会考虑的很多就是 方方面面很周全 然后就是会 怎么讲呢 就是不太那么 善于表达自己 对这个可能是 这个国内 从小这个到大这个教育 理念也有关系 因为孩子一直都是被压抑着呢 不敢表达自己想法 有时候可能是表达想法 跟这个现在这个教育这个理念 不同步的话 或者有 相反的地方 在老师那也要被打压 在这个 家长那也要被打压 说跟感觉跟这个社会主流文化不一样的东西 你不能 就是偏离这个事 在这边孩子不是 这边孩子我可以 我想干什么 你姐姐刚来的时候 他住在温哥华读书 住一个俄罗斯裔一家人家 那家有四个孩子 其中那个老二十男孩 十几岁 读读书不读了 下来要干什么 要当作家 后来就是就停学了 停学了 然后你姐姐跟我 聊天什么 讲过这事 我就不理解 我说这孩子 你看突然上初中 上什么 就停学 就不上了 你说家长就不管 这辣爷的课程怎么办 后来这不是 又过了几年 姐姐他们有 有时候过年啥 给那个家庭 发点明信片什么 问问一下 后来说那孩子又回学校上学了 我就觉得这家长 很就是很 很放 很放松的对孩子 这你要是放在国内你敢了 敢让孩子说 别说休息约一年两年了 你就是一个月都不敢 都感觉就被落下来了 我们之前学校也是 不是要组织秋季游行吗 然后 就是 地点什么都是我们定的 就是学校学生投票 你是想去瀑布 你还想去小镇 然后有学生会长在跟 在跟大家讲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提出 要不在那边过一夜吧 然后学生会长说 好那我去跟校长说一声 讲一讲行不行 然后有人提出 那我们能不能带朋友啊 带 就是 带另外的朋友来 然后学生会长说 好那我去问问校长 看校长头不同意 就是好像 都会有想法就有沟通 这样子 对 他不会说这你还 你这个学生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 这个老师啊或者是学校方面觉得你这个不对 就一口给你否决了 他可能会左右权衡一下 然后 考虑一下 就这样 也不是说国内不好吧 国内 也挺好的 就是不同的 生活方式而已 不同的生活习惯 对 就是这个国内这种教育大环境下没办法 有的时候真是无奈 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 就是你孩子如果不通过努力学习 你稍一松懈的话 不参加高考这个选拔 那你可能像穷苦孩子 或者是 一些就是 偏远山区啥的 真没有说这个 上升的通道 都说阶层过话 阶层过话 有这个孩子想要改变命运 只有通过高考 嗯 就 你去看这个猫猫回来了 有猫猫回来了 大家我就是跟大家在跟孩子聊一聊 聊一聊 让大家了解一下 很像国内的 有点想回去了 这次疫情我机票都被取消两次 就不打算回去了 在这租租车上大学吧 要不等 圣诞节什么再回去 我好多同学也是 就是可能最近才回去 机票好多都被取消了 对这个来回坐飞机也不安全 真是回国反正也是要做核酸检查 然后在这边上飞机之前也要做核酸检查 对查的还蛮严的 就今天14天要每天那个 嗯 这个时候不回去就不回去吧 我正好也有事情感觉也就没打算回去 这次疫情其实影响 还蛮大的 包括上大学影响也很大 平时上大学就按部就班 这次我感觉什么事情都蛮急的 包括大学 白宫室那边也是 我的offer也是到最后几天才收到的 嗯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急 身边的同学都在问为什么还没有收到offer 嗯 这样子 疫情影响 疫情影响 行 看看还有什么 就是这些 问问题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行 那好 那就谢谢大家了啊 这小美女今天就分享到这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留言吧 嗯 留言 小美女你很愿意分享的 因为我也 很阳光的一个小女孩 好 那就谢谢大家了 谢谢 拜拜 拜拜